就是实际上这是他主要的海液 就是他最著名的学生就是Warrior Muffet 那其实呢Ben Grant本人 他作为头夫他是非常失败的 他在29年的那次霸销中间 把他全部外套 他可能还是负债了最后 但是作为一个就是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thinker 所以书写写出了 后来造就了很多人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费力 Michael Berry他本人的Personality 他就觉得他的工作就是说 就是要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这个是苏里的原话 那其实呢后来在这个中间 就是出了很多危机的时候 他的孩子有些问题 后来他们去带他孩子去看病 后来发现他的孩子有这个 Aceberg的疾病 这个呢是autism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比较轻的一种方式 就是他Socially他只是比较 awkward 他不一定是有完全的隔绝的 但是呢他在很多方面会有一些focus 那后来他就意识到这个 其实医生所讲的这个小孩的这些情况 是exactly他个人的情况 所以他说这个小孩没有问题 他就是自闭症 是自闭症里比较轻的一种 是自闭症里比较轻的一种 比较轻的一种 对 但是呢他就是在这种value investment中间 他找到了自己的colink 就是他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投资人 那他在这个金融危机之前 他的记录非常的好 所以他是很成功的 可是呢一般来讲 就是说作为value investing 你是想的是什么呢 是买什么东西 很少说是short 因为你value investing 就是说什么东西 他sell and bargain 你为什么说一个value investor 会来买这个呢 这就是他个人非常奇特的一个公司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 大家除了他住在考古梯 到我特别的这个房子有点挖过去之外 他读了很多这个 就是mortgage fund的 就是说明书 就是发行说明书 就是大概很少有人会读这些 可能就是说很多东西大概只有他读过 甚至律师都没有 因为很多就是律师 他都是那个就是 钱表达到的方式 只有他仔细去看 去了解 当他读到这个时候 他就发现这个很多的东西 都是一个completely fraught 就是完全是 don't make sense 当时呢这个mortgage security 就是在他的这个 麦克罗伊斯第一本书里也讲 就是这个mortgage security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有mortgage security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利益降下来 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 如果我们自己 不要说你要说买房子 或者自己要说买保险等等 他都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individual risk 作为一个mortgage security 他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们很多的房子 pote together 这样的话 theoretically 它diversify away 就是individual risk 这样的话就是 双方的就是作为放贷方的成本就很低 就可以整个很 就像很比较transparent一样 但实际上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呢 就是最后 因为从他发现到这个时候 就发明到现在 到那个时候已经二十多年 已经非常成熟 就是 这书里面有很多 就是大家 就是很绝大部分 都会去想这个事情 就是怎么样粘略去 就是assume这些 都是可以的 那作为呢 贷款的人 或者我们在座也有 就是卖房子的人 那就是这个 买房子的人 都是希望就是说 拿到这个房子越容易越好 那这个就是形成整个社会来讲 它都被benefit 这些 当时作为布什或者克林顿 他们一个很自豪的一个标准就是 一个house ownership 就是美国人多少拥有房子 这个比例一直是 无论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他们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就是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就是 造成政策上 就是 很多人从各个方面 大家都想说 尽量把钱带 甚至国会 他有很多的房币 他就要求 必须带给穷人 或者怎么样 有各种赌贴等等 这样呢 就造成对了整个房地产市场 在相当大的地方 他的这个钱呢 实际上就是 对没有 不可能有支付能力的钱 所以 他读到这个以后 他就想 他说 这个肯定是 不能够坚持下去的 那时候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 为什么跟这个timing有关系呢 就是 那时候有很多这种 teaser rate teaser rate 就是什么呢 这种词 大家现在很少有人做这个 就说 前几年是非常低的 那然后呢 再过几年 就 就涨上去了 那 但是呢 绝大工事 你不会在乎这个 因为 比如说你租房子 你也可能 一两年就换了 就换了 对吧 那么你如果房价一直在涨的时候 两年之后 利率是多少 没有关系 可以 可以 refinance 卖了 就是吧 是吧 换成另外一个 实际上很多的人 都 都 整个很多东西 很疯狂的 但是那时候你要什么 就是 但是都可以给你什么 这个 这里面最有趣的就是这个 floating rat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买了房子 你可以想付多少付多少 你要是付不了呢 他就 比方说你一般人来讲 你就是你买了一个房子 以后呢 你有一部分是利息 刚开始大部分是利息 后来大部分是房子 就是principal 但他这种呢 他就是说 你随便 你想付多少都可以 如果你能 付不了这个 就是说 利息 他只是 他把你的这个 principal 会给你加一些 就叫negative amount of information 就是欠的钱 会越来越多 不是像一般的 就是 三十年之后 你欠的就是零了 他这个欠的钱 会越来越多 然后呢 你想付多少 每个月想付多少 付多少 就是说 你现在想这个东西 简直是无法想象 可是在那个时候 那是很流行的 就是 因为很简单 只要房子要被涨的时候 这就等于是 给你一个free 就是一个租房子的 一个option 如果你比方说 利率只有百分之四五 对吧 你配备了这个 一年之后 房子就涨了百分之五 假设你没有 不需要付 房地产上 你把它卖掉 收集了 你就搬出了 对吧 所以你任何方式 收拾这些 那 作为 Michael Berry呢 他是一个很相信这个 就是 这种工作人 所以他就很仔细地 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他读到这个 他发现这些 就是说 有很多绝对是不可能 将来被兑现的 特别是过一两年之后 就是 因为这里面就是像这种 negative amortization 这种 他假设的就是房价持续上涨 比方说每年百分之五这样 如果他不涨到那个地方 他就付不起了 比方说 等等 所以呢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 就是 很有问题的一个地方 就是 所以这让他觉得就是 这是一个 可以 投资的一个机会 那 所以 这个里面就是 这个 MDS 这个就是 CDO MDS 这就是 三层 就是 我们看这个外头的房子 这是一层 那房子呢 再往房子之上呢 就是很多房子 put together 这个就是变成一个 可以trade的security 最后 被包装以后 就变成MDS 那这个security本身呢 它是 会 有 一个structure 就是 会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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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籍 最高的等级就是 AA 然后到 一般 到 最差的 就是叫所谓 equity 就是没有任何guarantee 那 WB 就是investment grade 最低的 这一级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这就是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那这一次呢 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 问题就是后来的 在 基本上在 2000年左右 这也是一个 反而是有 innovation 就是大家在这一层之外 又加了一层 这个 sectoralization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 mortgage 本身里边的 又重新把它组合起来 你比方说 这个 这一代 那一代的 等等把它全都加起来 而 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想到的是一个 所谓点识成经的办法 就是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地方的 Triple B 这是最低的等级的一个 大家假设它是最低的 你实际它不是 就是假设 这是最低的投资等级的一个 把这里边的拿出来 然后呢 把很多这些东西 扛办起来 扛办起来呢 然后作为这个 quant 就是像我们现在也是 quant 那就是大家说 说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预测未来呢 就是看看过去 那过去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这些东西 它的 default risk 是多少 那在那个时候 那在那个时候 因为相当长的时间 房子是在上涨的 特别在bc 一直在下降的情况下 那就是 default的 那个 不会 是非常低的 那所以 把这些东西 polt了以后 他们发现又说 实际上这些东西 没有任何风险 就几乎没有什么风险 绝大部分 就60%都变成AAA了 这就是这一次 这个事情 一个导台的 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就是 它是language 放入language 那 就是 那这个 它的好处在什么呢 就是说 它是AAA 比方说 AA呢就是 最安全的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 是没有任何的 不还账的危险的 那 那 比方说 如果大家有mining market 的话 mining market 一般 它可以 肯定是可以 invest on AAA security 那 有一阵呢 我想前几年 就是 S&P 恰点把美国政府在这 downgrade 就是到 不是AAA 你就可以想象 这个AAA 现在有多难 在那个时候 就是很容易的 就产生了 因为这个也是很合理 就是说 你要看历史的话 它没有过那么大的default 一个risk 但是这个就是说 就是本身就是 作为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说 很多时候这种 statistic的 你只是backward looking 你的history永远是有片的 history是不是可以预见未来 很难说 但是在这种migrate很高的情况下 甚至连正负号都可能是错误的 那就是 杠杆 杠杆 杠杆一次又杠杆一次 那 我们可以看 上面有一段 这个 CU 那个 这一段 这一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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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本事 就是 是 这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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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ype of money? 货帮? No Money Opportunity Money It's not money Chris This is your basic mortgage bond Alright The originals were simply They were just thousands of AAA mortgages bunded together guarante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he modern ones are different They're private And they're made up of layers of tranches The highest level of AAA is getting paid first The lowest rated B is getting paid last Taking on defaults first Now obviously if you're buying these You can make more money But they're a little risky Sometimes you fail Chris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These B's and double B's went from a little risky To dog shit Where's the trash? I'm talking rock bottom FICO schools No income verification Adjustable rates Dog shit The default rates are already up from 1-4% fellas And if they rise to 8% And they will One of these triple B's are going to 0-2 And that You're too close Is an opportunity Okay You're saying that at 8% the bonds fail And we are already at 4%? That's right If they go to 8% It's all Okay Yeah that's right How come nobody's talking about this? Okay Okay Ah 就是刚才那个 structure 就很有意思 就像就是当浪潮来的时候 就是底下的岛盒足够大 很快 就连整个上面都不一样 就是说从那个 从sifted的角度来讲 就是那个是反过来的 就是最上面的 就先画下来 如果地震来讲 就是反过来的 就是triple A 就是最安全的 Short最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谁做过Short 没有 Short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Hard 十斤 OK Short Short最大的worry是什么 它是价格超过我的Short 啊 它的价格超过我Short的price Squiz 对 Short的loss是没有limit的 你买一个股票 你买十块钱 十块钱是你的loss 最大的maximum 这就是作为股东绝对的自由 Complete freedom 这个之后不会有人来找你 如果你Short 就是Sort 十块钱 有可能变成二十 有可能变成一百 一千 那就是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作为Short 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 它是acimage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八股能够形成的原因 就是 无论是从 从各个方面 对Short 都是非常难的 就是 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structure Protect yourself 然后呢 你又能够benefit 是吧 那 后来呢 在这个 基本上就是它个人的主意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在Michael Berry 他一个人 坐在Covatino 就是远离Wall Street的地方 他就自己能够figure out 他需要什么东西 他最后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就是CDX CDX是什么呢 叫Credit default swap 它实际上本身呢 它实际上本身呢 它就是 它就是 就是一个简单讲 就是一对 Essurance policy 它就是 它买的就是说 这个 这个 Double B的那个Change 会 Wip out 这个Double B就是 是CDO的Double B 不是Mortgage的Double B 就是package之后 的那一段 就package之后 Mortgage-backed security的 Triple B 被package之后 绝大部分变成了 Triple A 在那之上 越来越drunk 有一些是Triple B 它所买的这个 是CDX 而是Triple B 它的Bit就是说 这些Triple B 基本上没有可能 再被还了 那事实实在 évidemment 当然 后来证明 这就是 它最了不起的 一个Bit 他的一个在这个世界聊不起的一个地方在于什么呢 就是它protected 它的 downside 它把它变成一个resurance 的一个 policy 之后 就是比方说房子 它们卖的这个 insurance on the whole house 那个 insurance 它配的话就是 premium 在这个时候是 2% 它如果 gain 的话 就是它是整个 principle 不是 100% 所以它的 gain 是 50% 但是它面临的 loss 是肯定的 这就是作为一个 value investor 它的 pay 所在 就是它必须长时间的等待 它所预见的事情发生 它每一年都要 pay 2% 来保持这个 premium 但是中间数里讲到很多 就是不光如此 它还必须有它的投资人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不是它所专长的理由 投资人是看重它 是因为它以前是做股票投资的 没有人觉得它有这方面的天才 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绝大部分投资人 就是不认为这个是正确的投资 就是绝大部分人相信它是做错的 所以他们很恐慌 电影中间就有 他不停地要写 写在那个黑板上 多少 捏多少 那这个就是说 对于它的投资人 它每年都是 在这之前都是 big market 都是基本上都是 gain 很少有 loss 它是非常 stable gain 有了这个之后 它就是有很多的 每一次report 基本上都是 loss 在这个事情 collapse 之前 然后呢 它又不停地写信给它的 investor 解释这个问题 然后呢 因为它的个性 本身 就是它的个性是什么 它的个性就是跟人对着感 对吧 它就是完全 它就是一个人面对整个体系 整个popular sentiment 所以呢 它communication 来讲 就是非常的差 就是包括它跟 它跟投资人的这个 这个通话本身 都往往是带有这样一种性质 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 这个书里写得很好的 一个方面就是 这个事情造就了它的这个能力 就是它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也造成它的投资人 这种致命的隔膜 就是投资人没有办法理解它 因为它是很忠实于自己的 它觉得这些投资人非常的短视 愚蠢 而且它会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 是这样的 那最后呢 就是 对对 最后它的情况实际上是非常的糟糕 就是 就是 在 最关键的时候 投资人要 要他撤资 要他 撤资 要把他刹断 然后呢 那个Wall Street 就是 要欺诈它 就是 要给 因为 它做的这些东西 因为它是最早发明的 所以 它不是一个 public market trading 不像你今天 差点一个stock 因为你在那个点可以交易 它这个是 private agreement 这样的话 就是 你没有办法说是 知道它的在买 而你打电话的时候 比方说 那个时候它是给高东赛 打电话 那个人知道 他肯定是要 卖的 所以 他是想 得到那个价格之后 比方说卖 他肯定会告诉他这个价格 是另外一个价格 他不会按照他真正的价值 来告诉他 就这样 就是 他被四面夹击 到最后 直到他 挣钱的时候 而且他 最后 他成功了以后 依然是非常的悲惨 就是 他最后 投资人 要起诉他 因为他把这个钱 他那时候把那个钱 就是lock up 然后 最后 最后 他说我给你们挣了百分之一百 然后 没有一个人写写他 他自己 给他的那个 最大的投资人写了个 You're welcome 另外还有 这个 他还要是写的在什么呢 就是说 当这个事情 整个这个事情 完全反了之后 就是反了 八五辈子之后 他又变成一个 那些投资人 他在08年 下半年 他又开始买 这个 那时候 Bank的股票非常低了 他又开始买 这些Bank股票 那些投资人呢 在那之前 就是非常气愤 他做这个事情 觉得这些Bank是 Emmensible 你怎么会 这么傻 你去跟Goldman train 人家比你聪明 人家知道不多 可是现在 真正 当那个market turn了以后 所有人一半都 降得很低 他愿意去买的时候 投资人有火荒 说你不可以做那个 你熬到这个漫 真的 少说一看 对 另外呢 对他来讲还有一点 就是他那个 他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火荒 这个让我想起了 前几年 去年中国股市的时候 那个情况 就是 因为他自己在这里很偏 他有个人要诉他等等 所以他心里很紧张 那时候他就担心说 政府会把他抓了 因为他是一个 short seller表示 那么多人都有问题 结果他可以从这个中间benefit 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 后来他 他 基本上他是一个悲剧解锁 就是他 就离开了 这个 做这个 这一行 后来去做别的 就是 在那个电影里边 就是说他去做水了 他去看了一下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做了一些 反正就是 他认为将来这个水资源 可能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就是稀缺资源 那我们现在休息室 大家可以去洗手间 然后可以搭水 喝 谢谢 谢谢